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股市就是如此 当你确定大概9月份 不会升息的过程中看一下 我说在当时候这一波的新台币 它持续的承受的贬值 贬值的1比32贬破掉了 所以它就造就外资 一直在掏空台股的一个资金 一路的一个卖出 但是外资的操作有那么难懂 其实没有那么难懂 被动型的基金就是这样子 以外资而言你的汇率为第一考量 你再贬值它就卖超 你升值你今天升值的过程之中 它就极有可能去做买进的动作 所以台北股是在整个美国核心物价指数 控制在美国当地分析师的预期之中 整个新台币在今天就升值了 一旦升值就造成龙头型的全资个股也在涨 中小型的个股本来在扩研波里面 它就是已经领涨 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已经有谈到 我在今天里面来讲 就产业面里面我们要来讲的叫做细光子 最近大家常看到细光子 很多人也在快炒 所谓的光纤个股 细光子它是一个 抑制整合的先进封装的一种方式 到底它会不会是常温半导体 假的 还是它是一个真的一个技术 我们等一下会来做进一步的探讨 所以台币股市在今天里面是涨了226点 收在16807点的一个位置 我们在昨天有没有提醒大家 我说你要留意 KD指标在昨天它已经来到指标50附近 做勾角动作 它做勾角动作 如果日KD指标在指标50附近 做正交叉 代表什么 代表强势的整理会再占之前这个钱高 这个之前的钱高就是16841 16841 你会说在今天里面非常的接近 在今天里面已经非常接近16841 只差了三十几点 对不对 它会过去 它会去来到16841 那重点来了 你在这16841的过程之中 你还能不能够去做持有股票 或是再去买股票 你的重点就是不可以双背零 也就是说你去过16841 你要吗 就是量人出来 你要吗 就是KD指标去做过高 可是KD指标要短期 它是不会过高的 所以你量 你要去做出来 可以单背零 但是不能够双背零 这是第一件事情 过16841的时候 第二件事情就是季线之上 因为季线目前扣底的位置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扣在这边 我们来看这个 它扣在这里 是不是比现在来得更高 所以季线是下弯的 当你是季线是下弯的过程之中 你冲过去之后 它有时候会有个向下的牵扯力 这是你自己去留意 在季线之上 你不要过度的追高 等它有向下牵扯力的时候 你再来去做进场 你可以偏多到什么 偏多到日KT交叉向下为止 在这里面你要去注意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 在今天之前 因为今天之前 外资都还没有进来 今天要看外资进来的 期货多单的口述 选择权多单的口述 跟现货的金额 期货市场上面而言 跟所谓选择权市场 是它的目的 它的目的 在这种过程之中 它的现货只是它的工具 它是要做杠杆倍数的一个操作 所以如果外资 它要把指数拼上去 因为我们说 季线之上不追高 它是从技术面而言 告诉你说 因为季线扣得高 所以你季线之上 不可以过度追高 但如果外资在期货市场 拼了很多的多单 对不对 选择权市场上面 也拼了很多选择权的一个多单 到下个礼拜三 才是所谓的一个结算 周选择权结算或期货的结算 在这种过程之中 它就会拼 所以你就要去注意 外资它如何在整个期货多单 跟选择权市场上的变化 如果它去拼 拼指数 你就要记住 如果新台币一路以来 呈现了升值 外资期货选择权 现货市场上面同步的偏多 它会有利于指数的上涨 它会有利于指数的上涨 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季限之上 你不要过度的追高 这个部分里面 它适用在什么 它适用在业内跟主力的一个操作 可是对于外资而言 它没要拆货 我今天你新台币升值 我要进来多少资金买你台股 它就是算好的 用机器进去 电脑进去 去做交易 就是这么的简单 所以这个部分 外资的操作 它把指数要拼到哪里 完全看它期货的多单 跟选择权的多单的变化 这是你做期货的人 是要去做留意的 但是在今天 但是在今天 是你要去做进场 为什么在今天你要去做进场 第一个我说 因为你的日KD指标 昨天又提醒大家 在指标50附近做正交叉 它会去过16841 所以你就要去做进场 那我说整个一个市场上面 最聪明的人来讲的话 就是在之前 因为8月20号 我们在这个节目 就跟大家讲说 电子过热 盘中高达88% 你有些电子个股里面 你要调 可是在这两天 如果你有看蜀方的节目 我也跟大家讲过 说AI它就如同地球的自转 我不管你认不认同AI 我也不管你 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来讲 你对AI的看法是什么 可是你一定要很清楚的明白 没有AI的发展性 就没有科技产业的未来 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是什么 绕着AI 在做什么 在做绕着地球跑 不管是你在之前的DALE 不管是后来的特斯拉 都是这样子 甚至我等一下探讨的细光子 其实也一样 我今天很好笑 我今天在盘中里面 听到有些评论说 你这个股票怎样 要赶快卖 去买光纤个股 然后他说 他说建议卖出的部分 里面来讲 大部分都是AI个股 我觉得他真的很敢 有些分析是真的很敢建议 比如我昨天就有听到一些分析说 你这些AI卖掉 去换到某一档个股 就他说换的那一档个股 我看今天没什么涨 他说要换掉的个股 大涨 那怎么办 那就是投资朋友你要清楚的知道 你在一个天平 股票它就是一个天平 它是一个融资水位 或是融券水位 它的一个变化 股票有资金面 筹码面跟基本面 那我说在之前 就是因为资金面出现问题 筹码面出现问题 基本面并没有问题 这种造就下来的 那我说你要去做换股 你要去做卖出 你要在前面 一开始的时候你要去做 那你在一些的个股里面 已经大跌之后 你做这个动作 你就是要做神能够做的事情 因为股票不可能 在烂的股票365天都在跌 他只要一个弹 像今天一声大涨 有些还涨停板 你会花起来 全脸都是豆花 所以我就说 股票的操作在不同的时间点 你一定要不同的思维 那如果你在今天里面 一开始你就知道 哇 今天的KT指标 在指标50附近做证交叉 这个指标50附近做证交叉 跟第一档的证交叉有什么不同 第一档的证交叉 你可以去选择跌升的 跌升的 先选跌升的 指标50附近做证交叉 两种都可以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今天 又有强很强创新高的股票 又有跌升的个股 去做跌升反弹 所以今天是最好进场的时候 明天就不一定了 明天如果过了16841 变成要看量价 要看外资的一个脸色 那在这种过程中 季线仍然扣钱高 我说我如果不探讨 外资的操作逻辑 因为外资是不看技术面的 你季线之上 是不太适合去做追高 因为就算你过去了 未来可能还是会有 向下折返的可能性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那外资呢 指数会不会大涨 就是看期货选择权 外资多单上面的变化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外资是重汇率 因为CPI核心物价的CPI 它符合预期 它不看你技术面 它完全不看你的技术面 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有些我们台面上面的老师 在做一些分析或跟建议的时候 我常常在讲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这是我的风格 就像在矽光子大家在讲 大家在吵的时候 就像之前的常文版老体 刚开始大家吵 就让人家去赚 没关系 本来就有投机材 就像你在讲矽光子一样 本来就有投机材 但是你要非常的清楚 为什么会有矽光子 其实矽光子是一个叫 一直整合的封装 它也是在整个一个 COWERS的封装 就没办法 没办法到位的过程中 大家想办法 因为未来里面来讲的话 我说第二部曲 就是AI金票百花齐放 你在这种情况之中 你就会想尽办法 让你的AI传输速度 能耗的部分里面来讲话 更棒 传得更快 速度快包的多少倍 你消耗的能量更少 那就是大家希望能够做到的 所谓的矽光子的一个 也是一直整合的 先进封装的一种 但它主要是用在网通方面 也就是说它可以把网通很多的东西 譬如说交换器 或是整个一个光纤上面的一些东西 它融合在一片晶圆上面 把你所有的功能在晶圆上面 然后全部用什么 细光去导电 用细光去导 你知道光的速度是不是最快 所以它叫细光子 光的速度最快 所以它全部都变成光 光在做导电 在做导电的过程之中 它就会非常快速的去做传输 它是不是又要做到什么 一样 我就跟他讲说 你不管你怎么样 你现在这样建计人家 做什么样的行为 我都没有意见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细光子 这个易子整合的先进封装 它其实就是小晶片封装的一种 它叫易子整合封装 但是它会比我讲的 Cowars跟易子整合封装里面来讲 FinBit或者各方面它更慢 为什么 因为连台积电都做不到 它需要很多的时间 因为它必须要把 譬如说你的光纤 你的交换器 你的各方面里面 你要做什么 讯号源的整合 然后讯号源的整合 你知道这变什么 你电源的整合 电源整合之后 你还把什么 我刚才讲 你要用光去倒 它去倒 你以为那么简单 那么简单 台积电会到明年里面 都不敢把握 它能够做得到 它的确比 所谓的常温半导体是对的 它一定是未来的方向 百分之百是未来的方向 但是你不要忘记 Cowars 它的一个先进的封装 它发展了多久 才被市场接受 你的细光子也一样 第一个 你的技术非常的困难 第二个 你是一直上面的一个整合 第三个 现在还没到那个阶段 没有办法到技术上面来讲 可以完成这个动作 目前看起来 因为我说 能够去做领导 大概就是这些了 目前大家都可以讲细光子 大家也可以去讲小晶片的封装 这都是一直整合的一种 但是细光子的一直整合先进封装 它会更慢 它会更慢一点点 因为它的难度是比较高的 因为它传输速度是用光在传输 光在做导电 在做所有的讯号的转换 你看它把所有东西的讯号源里面来讲 归为一统 有没有困难 当然很困难 规格的不同你要归为一统 那当然是很困难的 所以你在做这些的所谓的细光子 一直整合的部分 那我只能说 它比AI更慢 如果你觉得AI是假的 那你就不要去讲细光子 因为细光子的一直整合 先进封装的部分 到明年第四季之前 都还不会有 都还不会有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那就如同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讲 我说我们在股票里面 就是在掌握一些的时机 它是一种时机材 譬如说出生段跟主生段 我在之前都预告过 我说去年的一月份 很多人说蜀方很保守 一万八千几非常的保守 然后我说到三月份 我也跟他讲说会有通膨 消费力道的一个减少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一个战争 每个人都说我很保守 等到去年的十月我就跟他讲 出生段没人信 我说出生段你抱他大坡段 浪费这十年难得一件的行情 主生段的涨幅比出生段还大 你不抱他个天长地久 到出生段跟主生段 你对不起你的财富 你可以赚一倍赚两倍赚三倍 在这一段我就说他就是扩延波 扩延波开始之前 一定会有个中段整理 你就是利用这些中段的整理 你去做一些买进 我就问大家说如果你在今天里面 看到的台北股市 不管你跌深的 不管你强很强的模式 你都有一定的机会 你今天去买股票 因为KT指标交叉向上 你之前去买股票 你高出了有去做低进 那你是不是最大的赢家 就像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之前的个股快要涨停板 再创新高 等一下你也 如果你有看我之前节目 就知道是什么 我们新布局的个股也是涨停板的 所以我在这个时间里跟大家讲说 鼠方不是一个死多头 我也不是一个死空头 我也不认为说 一定要只要让AI来涨 我也告诉你实话 AI需要筹码的沉淀 但是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的资金就是一套 你的资金就是一套 你要如何去做一些的选择 这里面来讲一定有长线 它一定有所谓的短线 你才有资格翻滚你的人生 翻滚你的财富 我也常跟大家讲说 你要为自己争取机会 你争取一次的机会 我就问大家说 你之前高档上面 你卖掉了资源 这一次打回到320几 长黑K 你敢去买到今天有没有360 你到这一次里面的一个双红 它拉回到310甚至305块 你敢去买 请问到今天里面来讲 最高已经到340几 你今天有去买AI概念个股里面 如果拉上了涨停板 你今天是赚多少 这就告诉你 你自己要去掌握住多空的方向 而不是使多头跟使空头 现在就是扩延波 扩延波基本上 不管你是集中市场 不管你是OTC市场 中小型的个股都比较有表现 但是就指数上面而言 你就是要尊重外资汇率的看法 外资如果期会多单增加 选择钱多端增加 你还要说这个盘不好 真的很奇怪 或是你说AI是假的 你现在又说细光子是好的 细光子就是为了AI做的 这是逻辑 我就跟他讲说这是逻辑 逻辑是很重要的 在股市的一个操作上面 要成为赢家 你的逻辑要正确 所以你要跟着鼠方 在盘中的操作 为自己赚钱 争取你一次人生之中的机会 让你的人生变成幸福的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 再针对个股来告诉大家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台币股市在这一次里面 基本面根本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都是一样 其实我们从头到尾都跟大家讲过 其实AI的一个部分 8月份营收还出不来 9月份微幅的一个上升 真正比较大量是在今年的第四季 跟明年的2024年 这才是在整个营收跟获利上面 能够比2023年大成长的一个时候 在这两天 尤其是在前天里面 我也给大家看过 电子时报里面也讲得很清楚 不管是伪创 不管是在秦城 甚至人家秦城 本来就跟你讲得很白 我第三季跟第二季比 我不会成长 因为我有传统伺服器的下降 一直到第四季到明年 才会有专案上面的出来 可是大家来讲的话 就会在这种过程中 你自己的判断的错误会讲一堆 会讲一堆很多的理由 我说真正最棒的人 就是在高档上面 我8月24号我跟大家讲说 电子资金比重盘中高达88% 你有去做解码 不要说你卖出全部卖出 你有去做解码 有些个股去做解码 一些个股就全面卖出 你在这一次拉回 再看你要补哪一档 而这一些个股 说一堆 我在这边都跟大家讲过 一堆 我说不管是广达 不管是在整个一个所谓的技嘉 不管是在一些的秦城 不管是在整个建准 你有高档上面减码 你第一档就有资格再去买 因为现在就是要 在筹码沉淀的过程中 你来回的去做一些的价差 同样的这种过程中 如果说你再去做选择的时候 在当时候你应该选的 因为是在3DVC 在散热的部分 你要选的是齐红 你要选的是齐红 可是你看我在这一次选的是什么 我就选择水冷 因为水冷式的一个所谓的双红 它基本上来讲话 就是说你有些问题你可以交给我吗 我们可以帮你在研究上面 或是花时间上面 我说双红它的法说会就讲得很清楚 第三剂比第二剂可以成长20%以上 甚至25% 主要的原因是它的水冷伺服器 还有它的水冷打入到很多车子的 因为电动车或是汽车 它的散热一定要用水冷 水冷是气冷的8倍到10倍的价格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因为水冷很难做到 所以水冷基本上的本益比可以更高 你看像建车那些本益比都可以很高的原因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整个一个双红我买了两次 我在这个节目也跟大家讲得很白 你看到今天里面 它是不是从300块钱附近 310块钱附近 到今天快要涨停板是到多少 38.5 我没有事先讲吗 我事先都跟你讲 我说今年14块 明年16块 那到今天里面有没有创新高 我说这就是因为KD指标 是在指标50附近做增交差 它可以强很强 它也可以低档之中去做一些的转向 甚至在整个智元 我也跟大家讲得很白 我说在当时候 在这一天我就说 它基本面不强 你不要再去追了 隔一天有到400块钱附近 然后拉回来 300块钱以下我们又买 然后到这一天我就跟他讲说 你看我们节目你通通赚钱的 你要卖都可以卖 随便你要不要卖 然后沿路以来又啪啪啪连杀了 三天又到320 我就问他说有差价了 为什么不买 就每一个人说低进高出 嘴巴很会讲 做了没有 你如果没有做 你320没有做 你今天到360 你有什么好讲的 就没有什么好讲的 那就像大家在讲 不管你怎么看 我就说你要抢跌升反弹的 AI概念个股也好 其实在今天一开盘 你就可以发现 有些个股不让一升就上去了 甚至它的拉回 有没有跌破这个低点 有没有回补这个缺口 没有 你今天来讲直接就上去 直接就上去 从马就比较干净的过程中 你开盘你就已经做好 KD指标要黄金交叉的准备 你去买进 你今天来讲话 看你要不要嘎而已 有没有差价 黄金交叉你就去买 有没有差价 你这个今天买一定有差价 以鼠方的个性上面而言 我们说你有高出 你才有低进的情况 而且我在两天之前的这一天 是不是跟你讲 人家秦宸就讲得很白 你一直要骂人家 骂人家说谎 他从来没说谎 我也不知道投信在干什么 你家公司永远都在说 第三季跟第二季持平而已 没有成长 那是来自于旧的伺服器 传统伺服器 营收是下来的 而新的伺服器到第四季到明年 专案才会上来 就像我的个性一样 我说如果你是我最近的客户 因为我没有买 我就不会演给你看 可是如果你是长期客户 你就知道我手上有一档 个股最近很飙 可是我会演给你看 Saudible不会 这是Intel的一个部分 就是跟大家讲说 你自己要很清楚的 你是长还是短 就像在之前AI伺服器 在整理的过程中 你的资金只有一套 我会有没有叫你买自身 我会有没有带你去买华通 这都是 你喜欢长线 你可以去布局低档这种国具 你喜欢长线 你可以去布局 我说未来里面 艾比等的第二供应商 星星 可是你就是要有耐性 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操作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其实机会都存在着 只是投资朋友 有没有去把握那个时机而已 赚钱的机会 不管是出身段 主身段 或是在扩研波 它的操作的手法跟策略 都不一样 你是我会你就知道 资源我做了几次 秦成我做了几次 对不对 这就是来自于 对每一个阶段 你的判断度 你的判断这个旁含情怎么走 你采取到的不同的一个策略 所以在这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投资朋友 如果你没有办法应应 不同的时间点 不同的策略 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一些的操作 那你可以为自己争取一次机会 让你自己迈向幸福而彩色的人生 掌握住鼠方盘中的一个方向 跟上我在盘中的全新投资组合 你就有机会翻滚你的人生 翻滚你的财户 成为台股真正的一个赢家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